已知的实相 第三部 细语解读赛斯书早期课 第一册 第81节 前情摘要 珍和罗在外出度假时都感冒了 赛斯告知珍 由于他对海滨酒吧的装潢改变有强烈的不满 导致他内在扭曲的发生 开始生病 鲁伯特别讨厌那里物质上的改变 觉得自己被冷落 被拒于门外 你会发现常常有一种连带作用 心态和期望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被表现出来 当你闹情绪的时候 总会祸不单行 病痛或意外是由自己的负面情绪与负面预期诱发出来的 罗之所以会被传染 就是基于这一理由 事实上 罗的潜意识也期待着感冒的发生 怕被传染上 恐惧是对灾祸最好的订单 你所关注的就会成为你要经历的 你把时间与精力投注在哪一方面 你就会体验哪一方面的所谓未来 我们都知道 所谓的未来并非只有一条 而是平行矩阵中的各种可能性 你用你的意识聚焦决定把能量灌注到哪一种可能性中 并激活它成为你将经历的未来 男性对女性有一个误解 嘴巴上说不要 其实身体却很诚实地在渴望 其实高我对角色我也有同样的误解 你越是怕什么 持续地关注与抵触什么 他就会想方设法地给你安排 并专程送货上门 第八十一节 没有神 灵性操纵 上帝的概念 1964年8月26日 星期三 晚上9点 定期课 赛斯在给珍的预言里 已经发生过几次显著的错误 一种理解是 赛斯看走眼了 另一种解释是 赛斯在不同版本的珍中 有时也会搞混跟谁说怎样的内容 这一版的珍与罗 没能写书25年 没能定居迈阿密 没能在13号搬入新居 这一版珍也没能战胜自己的风湿性关节炎 化解全部的恐惧与扭曲 所谓的未来是多重十项的组合 每一种平行都真实发生 每一个自我都同时经历各种不同的人生 遭遇不同的境遇与故事 我们从来没有深究过海滨负面极化版的珍与罗 一生都遭遇了些什么 如果赛斯能告诉他们一些事情 多半也不会相信 更不会相信其他的自我 就曾经在咫尺之间舞动 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年代剧 相同的我 不同的人生遭遇与人生轨迹 这一版珍在很久以后才知道还有其他的珍同时存在 并利用意识出体跨层面去拜访与学习必要的灵修课程技巧 这是后话了 我说过 我只想简短地说一下 不过我要提两件事 在这两个事件中 你们成功地展现了对物质世界的灵性操纵 一件事是关于鲁博和你的汽车 另一件事涉及到你 约瑟 还有你的汽车 我坚持认为鲁博该有一个假期 至少有某个程度上的休假 我会在下一节再好好谈谈这些事 有很多事情需要解释 不用说 情绪上的推动力 是那两件事成功的基础 而缺乏情绪的推力 正是你们两个在另一个晚上 尝试用灵性能量移动戒指时失败的主要原因 在这里 塞斯让我们吃了一惊 他提到我们上中一晚上 在课程结束后的一个小小努力 在这个实验中 我们坐在昏暗的房间里的一张光秃秃的桌子前 桌上放着真的戒指 离烟灰缸只有一英寸 我们的目标是把我们的灵性能量集中在一起 移动戒指 直到它撞到或碰到烟灰缸 从塞斯给我们的各种信息来看 我相信这样的事情有时是可能的 真也同意 然而这一次 真不知什么原因很快就失去了耐心 甚至还在精神上命令戒指移动 当然 它没动 情绪是一种很容易感受到的力量 但控制自己的情绪需要漫长的练习 当你可以有效地控制自己的情绪时 你可以明确地感受到情绪的升起 与那能量游走的方式 情绪不光是愤怒 还有焦虑 悲伤 爱 感动等等 情绪是内在自我意识可以运用的一种能量 这能量可以隔空移动物体 也能生成祝福 守护或咒杀迫害的意识冲击 意念力可达成的作为超出绝大多数人的想象 但不管是你觉得正向的或负向的 进入到他人的生活中 进而改变了他人的人生轨迹 你都要为此承担一切蝴蝶效应引发的涟漪 因为你主动打破了自然而然的状态 插足到了其他业力功课中 赛斯一直很小心地与真和罗接触 只给出很小心的建议 从来不会剥夺两人的自由意识和选择权 也不会太过泄露所谓的未来 让两人形成先入为主的心理暗示预期 这些简单的备注本身将成为进一步讨论的基础 因为在这种精神或灵性操纵物质的过程中 启动的机制从未被真正解释过 然而请记住 这种对物质的灵性操纵是正常发生的 然而它通常是在潜意识层次上运作 而且就有意识的心智而言 既不知情也无意图 能够将这些自然但潜意识的力量 完全置于有意识心智的支配之下 是一项了不起的工作 这样的支配永远不会是习惯性的 但如果符合某些条件 有意识地觉察潜意识对物质的操纵 就有可能成为习惯性 它也可能经常会自发地跟随有意识心智的欲望 首先 有意识的欲望必须与潜意识的期待一致 并且不受潜意识的反对 第二 必须释放出足够的情绪推力 这将是在潜意识层次 或来自潜意识层次 第三 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沟通 或整体自己的内在与所谓的外在部分的沟通 必须是杰出优秀的 有意识地想要达成某个特定结果的欲望 可能只代表一个肤浅的文化取向的愿望 甚至可能直接与内在自己的充满情绪的欲望和期待背道而驰 如果是这种情况 那么这个看似想要的结果 其实不是真正想要或期待的 随后潜意识对物质的操纵将无法取得成功 当鲁博从你那里听到 那些服务人员似乎不知道这辆车是怎么回事 他立即想起了我说的期待 他有意识地决定 期待汽车会被修好 即使你的半语言确实很悲观 因为他有意识的欲望 是强烈地基于内在的情绪需求 而不是与之相悖 而且当时的情绪需求是强大的 也就是他想要出去度假的欲望 而且他还记得我们关于期待的讨论 所以他能够利用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能量 换句话说 有意识地集中他潜意识的灵性能力 朝着一个明确的物质的目的执行 在他心里 这件事似乎无法以其他更寻常的方式达成 至于这结果是否能以其他方式实现 并没什么区别 在情绪上 他不认为或不相信他可以实现 这增加了他专注于自己能力的力道 关于这种态度 我将会有更多的论述 这种态度经常但不总是 伴随着这种灵性操纵 甚至伴随着你们没有察觉到的 那种一般的操纵 自己在家练习用意识改变与控制物相 有六个练习 最简单的是在双手间放置一个蜡烛 来回开合手掌 控制蜡烛的火焰强度与方向 这不是靠手掌扇风 而是靠两个手掌中的气旋 改变等离子的运作模式 等离子态是最接近我们意识能量品厂脑场力的 第二步 用双手间的气旋 催动针尖上的风车 第三步 用意念弯曲勺子 第四步 用意念熄灭蜡烛 第五步 用意念隔空取物 最后 让小物体悬浮在两手间 让气旋拖住物体 要记得 这种对物质的心灵操纵 是很平常的事情 不过它通常是在潜意识层面运作 而且不带着角色的用意与意图运作 要意识心 以任何方式控制这些自然 却属于潜意识层面的力量 是一个难度极高的任务 但不是不可能 魔法一般的随意隔空控制物体 永远不会变成随手的习惯 这需要动用强大的专注力和期待 但通过练习 可以有意识的觉察自身的潜意识 是如何对周边物质形成操纵的 并可能把这一感知后台程序 运作方式的感知力 用得很娴熟 而且只要某些条件符合 往往可以和有意识的欲望合一 随心所欲的显化奇迹 首先 有意识的欲望 必须与潜意识的期望达成一致 真心的想要达成 第二 必须释放出有效的情绪动力 这是在或从潜意识层面达成的 学会控制与利用情绪的力量 白魔法需要爱的力量 感动的力量 感恩的心 黑魔法需要愤怒 愤恨 扼杀的意愿 自然魔法需要能与万有万物合一 信念 心念 意念 达成同频共振 风 火 水 气 以态 都犹如自己肢体的一部分 随意应用 言出法随 并感同身受 第三 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沟通 或全我的内在部分 与所谓外在部分的沟通 必须非常杰出 全我包括 在聚我 角色我 内在我 群体我 有意识地想要达成某个特定结果 需要强烈地持续欲望 但这欲望很可能是源于 小我的虚荣心 与内我的期望背道而驰 如果是在这种情况 那这个看似想要的结果 其实不是真正想要和期望的目标 那内在自我就会出手阻拦 这一影响 自我成长蓝图达成的显化 而潜意识 对物质的操纵 就会功亏一篑 比如我想要辆豪车 而你的人生课业是 当憋三 还不气馁 那财富就不会被显化出来 相反的 你的人生课业 是如何面对高光后的低谷 那你就会功成名就 然后锒铛入狱 一无所有 总之 是你的不用求 不是你的也求不来 但是你的你不想要 可以有权放弃 鲁伯的车子就展现了 期望是如何运作的 他的意识做出了决定 不管这车夺破 都期望他可以被修好 因他意识的欲望是如此的强烈 而这期望是基于 内在情感上的合理需求 这需要不与 内在意识的决意相悖 这感情上的需求 在当时非常强大 他太想要出去度假了 他还记得 我们关于期待的讨论 所以他能够利用 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能量 换句话说 有意识地集中他潜意识的 灵性能力 朝着一个明确的 物质的目的执行 在情绪上 他不认为或不相信 他可以实现 这增加了他专注于 自己能力的力道 关于这种态度 我将会有更多的论述 这种态度经常 但不总是 伴随着这种灵性操纵 甚至伴随着 你们没有察觉到的 那种一般的操纵 真相信自家的老爷车 能完成本次的旅行 不会把俩人丢在路上 这样的绝对信赖 让这辆把机油 当汽油烧的破车 安然地完成了长途旅行 大量的烧机油 是因为汽车的发动机 活塞气缸 已经严重磨损 随时会因为发动机爆缸 而报废停摆 如果你在出发前 不停地担忧自己的车况 甚至提前找好 沿途几家修车站的位置 那这一看似万全的心理预期 也会成为一场灾难旅途的导火索 很多人习惯性地生活在忧虑焦虑中 然后非常庆幸自己有B计划 并且觉得自己有先见之明 其实他不知道 要是自己没有那些鬼念头 也不会碰上那些糟心事 中国的老话 天下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莫非定律是一种心理学效应 1949年 由美国的一名工程师 爱德华莫非提出的 译称莫非法则 莫非定理等 原文为 如果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式 去做某件事情 而其中一种选择方式将导致灾难 则必定有人会做出这种选择 根本内容是 如果事情有变坏的可能 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 它总会发生 莫非定律 帕金森定律和彼得原理 并称为20世纪西方文化三大发现 如果你真心地认为这是可行 那就一定能成 如果你内心中存有丝毫的质疑 那它一定掉链子给你看 你有多英明 这事没戏 办不成 太不科学了 其实你要改变的 不是物相或物理法则 而是你对物相与物理法则的 自我认知成见 意念在很大的程度上 可以左右平行石像中 各种可能性里的那种展现 给你体验 忧虑与体验内在恐惧 是一种选择 坚信其一切如愿 也是一种选择 不同的选择 带来不同的自我体验 是一种选择